第1位 新版本 第2位 新版本 第2位 新版本 第1位 新版本 大家好 我是宇葦唱 我想先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問答 這個問題是說 如果你是電影公司老闆 戶頭剩下1000萬 你會選擇A 先拍一些低成本的電影 然後如果有賺錢的話呢 再把這些賺的錢拿去拍更多的片 還是B 把1000萬全部只做一部影片 可能是一部千萬製作 那你覺得你會選擇哪一個 大部分我的學員呢 都會選擇A 理由很多啦 可能包括控制風險啊 可能就是多嘗試啊 然後比較不會虧本啊 等等的 但是很不幸的 答案是B 因為如果我們換個說法 我就會去問我的學員說 請說出過去12個月 你自掏腰包 上電影院 看電影的那些電影是什麼 他們就跟我說啦 可能是 副手者聯盟3啊 可能是蟻人黃蜂女啊 可能是不可能的任務啊 等等的 那你們說這些片有什麼共通點 他們就 恍然大悟 他們都是千萬製作 大明星大卡司大爆破 超級無敵特效 然後或者是什麼 劇作的續集等等的 他都是千萬製作 所以你會發現你當老闆 你拍了一堆這些爛片沒人看 大家都要看B 所以你的錢其實都會浪費掉 控制風險沒有錯 但是其實是風險最高的 所以這個就帶出一個理論 這個叫做Power Law Power Law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只要最好的內容 因為資訊太多 競爭太多 我們的注意力有限 我們只能去看 我們認為最好的內容 如果你看電影來說的話 就是大明星嘛 對不對 大場面這些 Power Law其實應用在人生的各方面 都其實是很好用的 雖然有一個理論叫做常維理論 常維理論就是說 因為市場很大 所以當尾端集中起來 它也可以變成一個市場 沒有錯 可是通常最賺錢的 都是在所謂的這個曲線的頭部 不管是電影還是出版 如果你問出版社的朋友 出版社就問說 每個月我們出版社會有一幾本大書 什麼叫大書呢 大書就是用最好的主編 給他最好的行銷資源 給他排最漂亮的海報 然後放在那個書店門口 因為他們發現什麼呢 只有這些好的作者 這些大書呢 他才會大賣 然後他賣的這些利潤 才去cover掉其他 可能比較不賣的書 或是賠本的書 電影也是一樣 我們剛才說的是實際的例子 就是Sony Picture 索尼影音 他們之前拍了一部Spider-Man 就是用千萬製作 然後他們就發現 Spider-Man 就把他當年所有爛電影的虧本 全部彌補回來還有賺錢 所以這幾年來 八大製片商呢 他們都是用同樣的策略 就是說 拍出至少五部的千萬製作 然後一年負一年 他們就證明了 這是有效的 因為大家只要看最好的內容 所以為什麼這個Marvel 他可以花大錢去請大明星來做一部電影 證明這部電影還是非常賺錢的 各行各業都是一樣 運動也是一樣 為什麼LeBron James非常高薪 Steven Curry非常高薪 可是球團還要組隊 像胡人隊最近又把LeBron James 抓在胡人隊去 然後又去挖了很多明星來 這些明星都是最高薪的 可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票房吸引力 所以就算你付他很多薪水 他所帶來的效益還是大過你的成本 所以這個就是Power Law 好我們把這個觀念 這個原則放進網站流量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你必須要有所謂的創舉 或是你的代表作 就是你可能偶心力學寫出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當它成為你的代表作 當它成為那個頭部文章的時候 它是可以幫你創造無限的流量的 很多人選擇 我可能每天一個小時寫一篇 但是這篇文章都沒用 那如果你試試看 你花十個小時呢 去寫一篇偶心力學的創作呢 會不會有效 我保證你會有效的 因為那篇文章一定會被封傳 一定會被大量傳閱 然後我們是怎麼樣認識一個陌生讀者的呢 就是因為它的代表作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大量創作的同時 應該同時去思考 我們如何創造一篇創舉出來 就是超越群雄的一個代表作 因為所有的創作者 都是因為代表作而被認識的 我們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謝謝